至于在槟城北海则有一名地产公司的董事 涉嫌挪用公司的55000令吉 尽早被押往地庭面控 结果这名被告的家属因为不满 现场有媒体拍摄 尝试用衣物掩盖被告 避免真面目曝光 结果现场爆发了肢体推撞 一度引发了混乱 39岁的被告Tai Tuan Wei 被控在2020年2月4号 在没有经过公司内部讨论下 挪走了一笔款项 到自己名下公司账户 因而抵触2016年公司法令 第218-1-C条文 并可在相同法令第218-2条文下被定罪 被告否认有罪以后 地庭法官诺爱妮允许被告以12000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将在下个月17号过堂 第218-2条文案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